你会不会常常是外食一足呢 你吃饭速度非常快对不对 你会不会紧张压力很大 经常吃完饭以后发现胃酸逆流 消化不良 肚子一股的胀气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就代表其实你的消化功能 已经只有一般人的十分之一了 一般人消化时间可能8到10个小时 你可能要80到120个小时 才能把吃的东西消化进去 那这样子我们的肠胃长时间 一定会受损的 所以今天要跟老师来练化石功 好来动作非常简单 首先看一下老师的脚 仍然是两脚与肩同宽 平行站立 我们先将两手内外劳功相交点 劳功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手掌心 如果我用中指向下弯曲的时候 刚刚好在我手掌心碰到的那一个点 就叫做劳功 我用两手内外劳功相交叠 男生女生都没有左右手的分别 我们就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肚脐之上 当我放在肚脐之上呢 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做缓慢的小腹内缩 然后我开始向上向外做画圆的动作 你自己帮老师数 我们要画七个圈 每一次画我的圈就会逐渐地变大 所以当我在画的时候 我的圈是从小用七圈的方式逐渐变成到大圈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力道呢 手要非常地放松 但是呢我们要轻轻地向内按 有一点点发力 好七次之后看一下 老师要把圈从大往小收了 所以我们从大圈开始逐步地向内收 向内转 逐步地向小圈 逐步地再小圈 七圈的部分 我们就逐渐地要回到我自己的肚脐 最后回到肚脐之后 来看老师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嘴张开 吸气 呼气缓慢地 吐气 如此反复三次 就完成了